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大家看到早上到元宵灯会 少不了的是应景的生效小提灯 但今年台湾灯会在高雄 不仅是花灯特殊新奇 就连灯笼都是限定版的虎尾灯 而且突破了手拿的形象 改成是吊挂在背后 尾端还会发光 走在路上 人人都可以成为蒙度爆表的猛虎抄袭警 小朋友蹦蹦跳跳 后方的老虎尾巴 跟着甩牙甩 超萌超吸睛 不过可别小看这根尾巴 白天可以cosplay小老虎 到了晚上还是星星灯笼 好 可以 谁说元宵灯笼只能拿在手上 这根虎尾灯突破以往既定印象 重启后帮腰上 到了晚上打开开关 尾端LED灯闪闪发亮 走到哪都是全场焦点 晚上这些纹亮呢 你会喜欢吗 会啊 感觉很爱 可爱的 是个小孩子啊 高雄灯会睽违20年 再度现身高雄 是否绞尽脑汁才推出 不一样的提灯 吊刮身上摇摇摆摆 前所未见的新创意 也获得民众好评 上千条很快销售一空 在灯会前呢 我们总共大概有准备了 数千条的一个数量 那我们也临时的就是在过年期间呢 跟厂商持续的去追加商品数量 那希望可以有近万条 虎伟灯功不应求 是否紧急追加数量 之后透过网络就能预购 想要过个不同的元宵吗 不妨在高雄灯会 华神蒙虎 融入灯会之魅 感受互年魅力 这条网易与高雄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